一般腌制普通包装 让平民百姓也能买得起 好 自古以来腌制水粉是一家 我们应该买下一座水粉房 让我们的腌制搭配头油和水粉出售 红花配绿叶嘛 腌制这朵红花 有了头油和水粉这些绿叶的衬托 不愁没有买家 好 如此可教啊 你这趟出去没白跑 你是个做生意的料 没让爹失望 只可惜啊 爹 又来了 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孩 无法继承下市产业 一直让你无法释怀 你就是个炮仗脾气 一点就着 不管怎么说 凭你的采贯 会让咱们下市家族兴旺发达的 那是 这古有花木兰 今由我夏依凡 爹 没什么可担心的 可人无远虑 你能进入我 等来到 忍不住了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 我不下人 我要招上门女婢 咱们夏侠人丁无望 这也算前世主定 爹老了 没有多高的心气了 就盼着你 能把这夏侠的里里外外打理好 再找个知冷知热的女婿上门 爹就知足了 不出三天我给你找一上门女学成吗 你以为这是买东西 我告诉你啊 咱们夏侠 厉害把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重 你可不能做那些大逆不道 违背主规的事 我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您是不是太多虑了 爹 女儿保证死也不离开您 您就放心吧 啊 我死 这里 Craig啊 花儿 花儿 新 朝 雨 水 净 convenient 留下 箱還 我上花 月经经老头流游泽 跑 年龙百天堂 我等财 张开日 我思想未知 非凡酒 看你那如醉如痴的样子 是不是看上这个假娘的 可惜啊 她是个男的 不然 你娶回家成天看 你不但长得像头猪 这说出来的话 比猪还不宜 你怎么总护着那细子 难道你真看上她了 可惜啊 她不是一个千娇百妹的美娇娘 是个臭爷们 真是的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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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嗯 这是哪儿来的 是刚才夏公子送来的 他还说按您教的法子 把茶沏好了 请您尝尝 嗯 好纯的茶 这水温啊 恰到好处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地把李丹 给未来的有夫过目 是是是 一林贤侄近来身体可好啊 还好还好 什么还好啊 很一般 浅子大小是体弱多壁 近一年他身体就更加虚弱了 只好让他休学在家修身养性 老哥 我们两家世代交后 到了咱们这一辈 咱可不能断了 那是那是 浅子和你家千金当年是指负为婚 现在已经到了婚家之年了 我看 就择个吉日把他们婚事给办了算了 我们俩家随时释交 可相距甚远 平常也少有来往 这女大师八变了 夏合这孩子从小被我宠坏了 现在养得跟个男孩子似的 我是怕一林贤侄把她娶回去 回头给你添乱子 这事儿 是不是还请老哥 三思而后行啊 不碍事儿 人哪 哪没有个脾气 哪像犬子啊 三圈他打不出个屁啊 老哥 我此次登门求亲 我可是矛定而后斗 志在必得 老哥 你就发句话 哪天把她婚事给办了 这事儿恐怕还得跟夏合商量商量啊 这三干五常可不能乱 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 不能有他们的性子 爹 婚姻大事 要两情相悦 还是问问夏合妹妹的意思吧 多嘴 滚一边去 假娘子 唱得不错呀 把我们夏府的伊凡公子都迷住了 了不起呀 承蒙夸奖 如果没有别的事儿 就此别过 别走啊 去我们家 韭菜都准备好了 就缺您这位卷 对不起 我累了 改天再登门拜访 别走 走 走 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们可生气了 那也是你们自找的 走 你们唱戏的 不就是要钱吗 你给我吼两嗓子 我给你十块打烊 还是留着你的钱逛窑子吧 不过呀 你要是染上霉毒大疮 断子绝孙了 你们家钱再多 不也是白搭吗 你找什么你 妈 又流胖子 这还没喝呢 就撒酒疯了 我可告诉你们 谁要敢动谢老板一根手指头 就是跟我夏依凡过不去 我说夏公子 你真喜欢他呀 你好男色啊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这个王八蛋 还真是好男色啊 你看你看你看 他们夏家可要断子绝孙了 老哥 我们两家小一辈的婚事 可是早些年就定下来的 我实话跟你说吧 只要夏合能够取进门 了却了全子的心愿 我那水粉房 就是夏合的聘礼 这礼可太重了 这我可承受不起啊 咱一家人子不说两家话 你我的产业将来不都是他们的 只要他们 比什么都强啊 行 天意不可为啊 这样 我立刻找人打一挂 折个黄道吉日 让他们尽早成婚 谢谢伯父承权 这回可了了了我的心愿了 训练 爸爸 好高高高认 谢老板 验着横在下一番求见 你不懂规矩啊 我练功的时候 就是阎王老子来了 也不见 是 少爷 谢老板说了 他现在正在练功 不方便回客了 您请回吧 他架子也太大了 凭什么不见我 也行 我去见他 夏公子求求您了 您行行好 您这一闯可就把我的饭碗给砸了 我家老朽还指望着我这份差事养活呢 那我 也行 你去告诉他 我夏母就在这儿坐等了 少爷 谢老板的脾气可倔了 他不想见谁啊 说什么也没用啊 您还是回去吧 免得给我添麻烦 我脾气更倔 我想见谁非得见找 我不进去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你们俩的脾气啊 怎么都一样啊 真像是天生一对啊 你看我们俩像一对啊 好 会说话 赏你块大羊 谢少爷 不好意思啊 我睡着了 没事没事 不睡了 不睡了 夏合 你总算出现了 这叫只要功夫身 铁杵磨成针 真是难为你了 里边请吧 你看你又客气了 什么请不请的 走走走 来 这茶托 茶杯 还有这个茶壶 做得太精致了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鸳鸯台 太美了 那用它喝茶还不把人给舒服死 这 这茶如何 好啊 好你怎么不喝呢 说明不好 好 这茶是品的 你这副样子就像妙玉所说的 不是品茶 是牛饮 其实我的心思不在茶上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真的不知道吗 这人心隔肚皮 别看咱俩坐得这么近 也许啊 这心思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你胡说 你非要我 没烫着手吧 这茶可没有我的心烫 你不要拒绝我 每天也让我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知道我完了 你的这颗心 就死死地拴在你身上了 你对我好也罢 坏也罢 反正我的魂是跟着你走了 一生一世 一时一刻都不重要 只要我能看见你的笑 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话让你不高兴了 你不要这么对我 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宠着我 我还没求过人呢 要不 今天算我求你 你转过身来对我笑一笑 行吗 老婆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对我好 我们不配 我在别人眼里就是个下酒流的戏子 比万人可夫的婊子都不如 我不能做去夫家小姐 过锦衣玉食日子的美梦 那样不但会害了我 也会害了你的 你还是走吧 我不走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块玉 一块没有瑕疵的玉 今生今世不把你带在我胸前 我死不瞑目 你要是害怕 我们可以走 我可以扔掉我所有的一切 只要跟你在一起 说多大的苦我都盈以为乐 哭 哇 娘子 为父 今生今世 费你不弃 老婆 老婆 不行 你要想嫁给那个戏子 除非黄河水倒流 我是非他不嫁 他是非我不娶 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立刻净身出户 不不不孝的东西 你口出狂言 我告诉你 我们夏氏家族的声誉 不能毁在你手上 来人 假发伺候 老爷 小姐她也是一时糊涂 滚 谁要敢说情 一兵处置 严宋 在香港 我不要 Instant 我们最喜欢的 Lego 你这是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上级是怎么说的 我拿着你的信 回到部队以后 就被保卫部 当逃兵抓了起来 什么 他们说 他们说你是背叛革命的脱逃分子 你要想证明你不是 就必须把乌蒙托夫同志 活着送到根据地 我差点就被保卫部枪毙了 好不容易才逃得出来 营长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 不像话 这简直太不像话 他们根本就是不明是非嘛 乌蒙托夫同志虽说是长大 可他身负重伤行动不变 加上敌人又加强了对这一代的巡逻 你说我们怎么出去 那咱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 营长 你见着乌蒙托夫了吗 让他给你写个证明吧 别提了 我求了堂主好几次 可他就是不让我见 真是祭司人了 我就不信了 这个堂主就这么铁实心肠 你这么求他 他也应该帮帮你啊 何况你们曾经还是夫妻 这一夜夫妻百日恩 他不能这么觉醒吧 说了你也不明白 就因为是夫妻 所以 否则我早就见到 我们徒徒徒了 你跟他 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 这青鞋堂上上下下都说堂主 为人欢厚 知书达礼 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呢 就别问了 总之隐言难见 哎呀 这该死的猫 又开始叫春了 我们这些大活人 活得还没有畜生自由呢 夏和姐 我真挺羡慕你的 在这个坟地一样的清洁堂里 你还有个念想 月展 你跟我说实话 你有没有碰见一个 让你心动 能让你为他 寻死命活的男人 有 不过 我的这份心思 他还不知道 或者 他装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快说 你爹怎么把你送到这儿 来了 你又没嫁人 就不是寡妇呀 谁说我没嫁人 我自己把自己给嫁了 就为了这个 我爹差点没把我打死 走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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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后续的签啊 把它拖长一点 它就挺有味儿的 哎 哎 公子 公子 老爷让你快回去 来 家里着火了 看把你急的 不是 是老爷发火了 听说 城里来了个叫赵金鹿的官 还带着他的宝贝女儿 听说是上门求亲来的 你说这不是笑话吗 那女儿啊 长得就跟个妖精似的 就是那个笑面虎啊 我不去 哎 这做人啊 要讲究礼数 既然伯父让你去 那是非去不可 再说了 如果伯父知道你和我在一起 耽误了相亲之事 岂不是要迁怒于我吗 哎 哎 这真是吹咒一池春水 甘清合适 行 我去去就来 不过你得等着我 刚才教我的唱段 我还没学会呢 好 景啊 你留在这伺候谢老板 哎 用不着 我一个穷唱戏的 用不着人伺候 一起回吧 好 既然少爷都开口了 那我们这些下人就得听话呀 对了 谢公子 其实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戏文 今天 您再给我讲讲成吗 那我先走了 好 回吧 谢老板 你看我们公子的眼神 好亮啊 哼 我和你家公子都是爱戏之人 算是知音吧 谢老板 您怎么会爱上唱戏这行呢 嗨 这小时候啊 家里穷 送我到戏班子哄口饭去 可这时间长了呢 能让我体会到人生百味 也能让我忘却许多烦恼 我这辈子 就是为了唱戏而生 将来 也会为了唱戏而死 爹 我回来了 夏哥哥 夏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着你等的好心急啊 松开 我跟你认识吗 这位是县府赵县长的千金 淑芬小姐 人家是在省城读书 这是趁着放假 到咱们梅西镇来看看 淑芬小姐 请 请坐 真没想到 府上还有这么一位英俊的公子 往那一站 玉树临风 人见人爱 不知小女有没有夫妻嫁到夏家啊 不可不可 我们普通商人怎么敢高攀 像赵县长这样的达官贵人呢 再说 犬子自小就桀骜不寻 为人处事十分幼稚 她根本配不上 像淑芬小姐这样财貌双全的洋学生啊 配得上 配得上 我两年前就来过梅西镇 就看过你演的《西香记》 你把那个多情的书生演得唯妙唯笑 真是爱此人了 荒唐 夏熊何必自签呢 谁不知道夏家在梅西镇是首富啊 再说 民国啦 为官为民 人人平等嘛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小女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 又有了心上人 我们何不成全这百年之好呢 赵县长 误会 这全都是误会 什么误会啊 是公子已经婚配 还是担心我赵某拿不出嫁妆来 不不不 这件事我确实有难言之隐啊 那就说出来嘛 我也好帮助夏兄排游解难 这事还是容在下以后再详细禀告吧 老爷 酒席已经备好了 好 赵县长 那我陪你多喝几杯 好 请 好 请 好 请 夏哥哥 你不要不好意思嘛 现在都是民国了 男女都平等了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不信 不信我找几本书给你看看 不是我不好意思 你看看这地上 地上怎么了 这地上掉的都是我一身的鸡皮疙瘩 你没看见吗 你这书啊都白念了 你侮辱我 我还实话告诉你 今儿我就非你不嫁了 你这是要霸王硬上宫啊 你想非离我吗 救命啊 他要非离我 救命啊 救命啊 你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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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喂喂 菁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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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什么事了 有人说啊 看见有外人进来了 可我们到处找遍了 也没找到 真是见鬼了 那真是见鬼了 清洁塘这几天都不安静 刚才想的是洋枪吧 对啊 是清清堂外巡路的大兵开的枪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能有什么事啊 你别一惊一乍的 走 您进屋 夏和姐 那后来那位淑芬小姐呢 她有没有缠你啊 她能不缠吗 哎呦 我们家上下 都快被她给烦死了 最后被逼无奈 只好把我是个女儿生的事实 如实地告诉他们赵家 这事啊 才算过去 那你跟谢老板就能真心相爱了 要是真这样 我现在能待在这儿吗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让公子再和那个戏子来往了 可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还替她瞒着我 你们想干什么 想把夏家给毁了吗 老爷 小姐的脾气您最清楚 她听人劝吗 您越劝她越来劲 我看您得出面了 警告一下那个姓谢的 一个走江湖的戏子 在这儿待不长 我去找她谈 那我岂不丢了身份 你去 叫她开个价 问她要多少钱 才肯离开梅西镇 据我了解 这小子不爱猜 要不这么着吧 咱们先礼后兵 只要小姐不怪罪我 总会有办法把这个戏子赶走的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长得 洛管家 不知洛管家为何要请一个戏子到这里来 不会是让我在这儿给你一个人唱堂会吧 谢老板的英明我如雷贯耳 能和你交个朋友 我是三生有幸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你们家老爷让你跟我说点什么 您就别客气了 请直说 谢老板真是直人快语啊 这么说吧 夏氏家族就夏合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整个夏家的产业将来还得靠她撑着 虽说她是女儿身 但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把夏家这么大一盘生意 打理得井井有条 妥妥贴贴 可自从跟你认识以后 她就荒废了生意 整天和你撕混在一起 我们夏老爷十分的生气 所以今天特意让我到这儿来转告你 尽快地离开梅西镇 当然了 我们夏老爷也会拿出一笔钱来 补偿你的损失 你看这样如何呀 我一个不入流的戏子 夏家当然看不上 可我也没缠着你家小姐 俗话说 不会怪地怪别人 会怪地怪自己 我们水灵坊老老少少几十口 都张着嘴要吃饭呢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看你谢老板也是个明白人 怎么说起糊涂啊 这件事啊 还请谢老板 郑重地考虑一下 别等惹出什么大麻烦来 到时候可就不好收场了 我虽是一个唱戏的 可我的人格并不低贱 不是你们有钱人忽来唤去的狗 看在你也是受人之托的份上 我就不怪你了 恕不奉陪 我的妈呀 你这儿是太多了 妈呀 没有 昨天路我说掌鼎的那件事 纯属胡说八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今天来跟你赔礼道歉 我跟你说人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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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这乘戏的被人瞧不起 那是正常的事 你以后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你的胭脂生意上 少往我这儿来 何况你在胭脂行业里 你颇有建树 应该珍惜 成蒙夸奖 荣幸之志 不过这胭脂再好 也得给那些有情有义的人有 否则在上等的胭脂 也只是糟蹋 这倒也是 我们黎原行啊 还真离不开你们的胭脂和水粉 那你说说 我们胭脂行和你们黎原行 哪个更早一些 当然是你们啊 我们黎原行最早只能追溯到唐明花 而你们呢 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相传商咒王时啊 就有人用红兰花做胭脂了 你还知道做胭脂的原料是红兰花呢 你知道的可真不少 混蛋 老爷 大火山干 您 您息怒 要不这么着吧 给县府的赵县长写封信 就给这姓谢的定个罪名 说他通匪 把他扔进大牢里 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你可真是个猪脑子啊 您想想 前两天那个姓赵的带着女儿来相亲 这不明摆着还不知道夏合是个女儿身吗 这才几天哪 那个姓赵的笑里藏刀手黑得很 咱们还是别招惹他 说他通匪不一定提小姐的事啊 只要多我给他一些钱 我看这事能成 夏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怪我呀 从小把他当小子养 宠坏了 这要是实在不行 我也只能撕下我这张老脸 去找那个戏子谈谈了 这洞里潮气大 快把衣服脱了 烤个火 小心着凉 这洞里潮气大 快把衣服脱了 烤个火 小心着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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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冷啊 我不冷 我冷 那你多 多烤一会儿火 不 我要你抱着我 这男女瘦瘦不轻 那样做起不失的礼数 你怎么成呆子了 你把我娶过就行了 我不配 我不能害了你 今生今世 如果能做你的新娘 我就是本身碎骨 也心甘情愿 谢老板 夏府的夏老爷 来了好半天了 嗯 嗯 夏伯父 让您交道啊 真是抱歉 不知夏伯父 前来有何事 请直言相告 嗯 我 四伯父 五分 夏娅 不知何处得罪了伯父 让您这样袖杀我 我就夏和这么一个女儿 我夏家的偌大家产 还指望着她来继承发芽 求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头子 赶快离开门西镇和夏和断了 这要是那样 你就是我夏氏家族的大恩人 老小镇一生一世都勇敢大德 不父也如此不开门 打我们唱戏的当作洪水猛兽 你们有钱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需要我们 好话说紧也舍得钱财 一旦烦了就当我们是温神乞丐 恨不得离我们越远越好 我罢了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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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您就是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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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打赢的银票 就算是我跟谢老板赔你了 今生今世 如果能做你的新娘 我就是粉身醉骨 也心甘情